年輕的比較輕的都八年齊 八年齊 八年齊 他其實就是我在直播的時候 非常支持我的粉絲 所以就日久慎情這樣子 嗯 有點一見鍾情 因為我們沒有見過面 但他知道我 他認識我 他知道我長什麼 可是我不知道對方 那後來有一次我們就是辦見面會的時候 認識這樣 單身好一陣子了 好一陣子 就是沒有公開而已 還是有談一些感情 嗯 其實就是都蠻短暫的 都不太好 就是對不太好說的 那一種 對 呃 就是 對啦 因為都年紀會比較懸殊一點 蛤 都只要小的 就是不是很大的就是很小的 差到怎樣 差到怎樣 就是年紀很長 或年紀比較小的 因為其實像我們這種年紀剛好的 就是差不多的 可能也許是已婚了 或者是別人有對象了 所以你就會變成 要不就是年紀很輕 要不然就是年紀比較長 一定是這樣 那時候教的幾歲 教的幾歲 你說哪時候 以前嗎 說比較大的 那一個 大的有大概五六十 年紀比較輕的都八年級 八年級 八年級 你不要看我們主播八十八的 對 你還說他是我老公 不可能 人家才剛大學畢業 你不要鬧 哈哈哈哈 對啊 主播都年紀很輕 對 但是大主播比較 年紀比較大 對對對 因為很多藝人也在直播啊 很多 對 那八年級的那個人 有什麼產生感情 呃 應該 因為他是我的粉絲 很久的粉絲 那其實 呃 狀況就是 他其實就是 我在直播的時候 非常支持我的粉絲 所以就日久升級這樣 嗯 有 有點一見鍾情 因為我們沒有見過面嘛 但他知道我 他認識我 他知道我長什麼 可是我不知道對方 那後來有一次 我們就是辦見面會的時候 認識 這樣子 那他交往多久 因為我的 我的粉絲都很小 都年紀比較輕 都年紀比較輕 對 那你跟他交往多久 沒有的 就是很喜歡 這樣子 然後就是我 我覺得我還是會考量啦 就是 喔可能年紀有點 有點差距 但是現在 都什麼時代了對不對 你會覺得說 如果喜歡可以試試看 可是還是會覺得 呃 要考慮對方 對啊 要考慮對方 就像我比如說 你有一天你要結婚啊等等 所以 呃 可能就是做姊姊的 還是要有點分寸 那六十那個 發生到什麼時候 就是 常常一起吃飯 對 常一起吃飯 然後 呃 我們會聊一些 他很愛聊他的車 對對對 然後我們就會 就是 一開始 價值觀還蠻雷同 可是後來我就發現 有點不太對 這樣 嗯 但他是好人 他是好人 他很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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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 還